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义 中国菜,口味多元,种类多,其中香菜早年并没有受到重视 到后来能够越居重要的婚宴国宴大菜,御厨彭长贵是关键人物 彭长贵先后为李宗仁、蒋介石、蒋经国三任总统烹饪的经验 加上他擅长改良菜品,使得香菜喊得出一道道的经典名菜 彭长贵也意思被视为台湾香菜的祖师爷 这集台湾演义就为各位介绍御厨彭长贵和现代香菜 湖南未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 除了北街洞庭湖,其余三面山地环抱 因香江贯穿全境又简称香 因此香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的菜肴就被通称香菜 香菜除了熏辣闻名,烹调则重咸油辣 早期并不登大雅之堂 湖南它是一个比较文艳型的社会 并不富的,如果比江泽、上海、广东来讲 它没有那么富的 所以它比较高级的菜肴,严格来讲是比较少 土菜比较多 在早期的时候,香菜并不入流为中国几大菜系之一 香菜本身的口味是重辣重咸重油 而且这是属于家常性的大碗大盆的 尤其筷子又特别长 出生湖南的民国第一美食家谭颜凯 却改变了香菜的格局 是我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 也是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 他父亲就是梁光总督 他的祖父什么都都是官坏人家 谭颜凯呢,也是一个非常爱好美食的一任人物 家里面的吃呢,喝呢,自小就耳濡目的 所以他在训练他的厨师草进城的时候呢 他在广州也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到这个南京也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融合了江泽派的菜系的一些菜肴 湖南菜的维根 然后广东菜的这些维辅 创造了谭家菜 出身官府的谭家菜 融合香菜鲜香咸油酸辣的特色 结合粤菜混烂烫三绝 加上又不要讲究做工精细 在香菜另创一格 谭颜凯的湖南菜呢 他的湖南菜就没有这个香菜的 你说那么辣那么咸 因为谭颜凯 他的菜等于说他这艳客啊 因为他这菜的 就是属于这个台面上 要上得了台面的这些菜啊 跟湖南菜又有一个 一段很大的距离 但是还是属于湖南的湖南人 还是属于湖南菜 1930年 谭颜凯过世后 他的家属曹敬成也辞职 回到了长沙 在坡子街开了一间建乐园 生意补火 与宋山斋 孝陆松 柳三合 并列长沙四大名厨 彭常贵 1919年出生在长沙县 沙平镇 一个普通农家 自小就展露厨艺兴趣 特别喜欢拌家家酒 学大人做菜 那一年12岁半 刚念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 因没擦好父亲汗烟感 又回嘴而遭责大 愤而离家 跑到长沙 一间小馆子 当起学徒 我就问这个老板 我说你们家里 要不要学徒啊 他问我好多岁 我说我14岁 其实我是12岁半 13岁不到 我怕这样年年少了 怕这个老板不收留我 离家后体会到生活不易 彭常贵变得勤快机灵 三年就从小馆子出师 但他并不满足 想要追求更高深的厨艺 我就找这个早事 早事也就问我 他认为什么 我现在在某家 这个幸运呢 说我已出师了 我这样叫我商经呢 我要说你你的菜 好 于是 早事也就收了 我就真实拜他为师父 在曹家餐馆 重当学徒 别人不愿做的 彭常贵都主动捡起来做 加上很会察言观色 因此最得曹四喜爱 把一身功夫请养相受 不料1939年10月 中日大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了 我就带着我的母亲到很远 那个时候 从我完成这个老板呢 就看到我这个 非常 也喜欢我 就生我 做领班 那个时候我小小就五十岁 正已经一个领班 靠着谭家菜传人闯出名号 彭常贵才二十岁 已是衡阳当地名厨 月薪五淡米 相当七十银元 是一般厨师的三倍 工作的长沙九楼 老板周万青 甚至把才十八岁的幼女 周淑淳取配给她 只可惜婚还没结成 1944年八月 衡阳失守 她被迫躲到乡下 又生了怪病 高少年四十岁 那时候 那时候日本人来 既五年又五年余 好了 那只好等死了 结果啊 我这个老一辈的人 就告诉我母亲 她说她这种呢 就是一个怪病呢 把那个大病呢 放在瓦片 烤干以后 泡水 泡水一年 去一个礼拜 一度万念俱灰 同长柜抱着一丝希望 强忍恶心吃粪 奇迹死里逃生 但却仍躲不过 日军骚扰 不得已 只好背着母亲 藏促出逃 一路挖野菜 摘树叶 煮菜饭 果腹 随着国军溃败 母子先逃到贵林 又到了柳州 再转进南丹 后来才在贵州 遵营落脚 这一千多公里的 逃亡经历 不但让她学得 善用不同 香野食材 竟让同长柜 也吸收了贵州 穿菜的特色 厨艺再创新 1945年初 她决定 独自前往重庆 碰碰运气 曾国坊一个真身 她是渝达委员的 贵民民主 渝辞长真的要造个局势 我就到渝辞家 大概渝辞家在兵庚 服务了三个多月 伺候老夫人 让她居然多正义 从真正的她 只要老太太支持 要报复她的身体 在这个以后 我服务了三个多月以后 跟我们还两个朋友 就合作开这个邦亚顶 开这个邦亚顶 好 所以我在湖南定情的 周家的小姐 那个就是兵方马路人失散 我在中庆 她听了我的中庆 她就自己跑中庆 我去结婚了 生活愉快 因为彭长柜 婚姻事业两得意 但亚顶是彭长柜 开的第一间饭馆 生意好到 开业半年 客满的牌子 始终没拿下来过 1945年9月 日本投降 洪长柜 在跟着接任交通部长的 于大为 转赴南京 1948年 受邀到洪桥的 浙干铁路招待所 打理政府重大宴会 李宗人竞选副总统时 也聘他到家中掌除 那时候秘书长是求长卫 求长卫 是李宗人的秘书长 秘书长找我伺候这个李宗人 好了 不救啊 好 那个是 这个共产党逗业 逗业我们南京就走上 就走上到广州 那我跟着人到广州 到广州不救啊 我从轻到台湾了 因为国共内战 童长柜跟着逃难 但母亲爱琪 与两岁的女儿伯丽 还有刚出生70天的儿子崇丽 却留在老家长沙 到了台湾 在先总统蒋介石复刑事实后 因为被归为李宗人的人马而遭遣散 我都没有生活 就走 走过去 一般我在南京的认识 一般人 在广州认识一般 这个政府过来 我就死到这个拜访 我说你要 要什么 清禾 我来等你怎么办啊 外汇还做得很活用 丢掉总统府的掌除工作 转接外汇 反而让彭长柜名声更响亮 没多久 因老长官于大为的推荐 时任台铁局长莫衡 就把彭长柜 招去铁路招待所 1950年代 铁路招待所与台北宾馆 并联官员宴请宾客的 两大高级场所 民企大道被蒋经国好友 时任退府会副主委的赵俊玉 又推荐给蒋介石父子 经常入府烹调 成为当时少数进官邸 不必搜身的特殊人物 比如说我们老总统的寿宴 每一年这很重要的 那当然是要安排一个场面 或者是平常家里面 有重要的这些外宾 要像样 不是不能弄些家常菜 不是我父亲 帮他们做家常菜 这种场面 那都是要我父亲 来大理这个外汇 从老先生时代 经国先生那当然是 跟我父亲就更熟了 从李宗仁再到蒋介石 蒋经国 先后服侍过三任总统 这是彭长贵 无人能及的记录 从政治人物来讲 你说刚刚 你说余大为先生 还有李登辉副总统 还有现在一般的林阳港 司法院长林阳港先生 还有故宫 故宫博物院秦院长 都一般都是指定一般 从50年代起 大武政军乃至于商界请客 都争相找这位谭家香菜大师操办 他还多次负责重大国宴 招待外宾 湖南菜它本身 桌子要大 盘子要大 筷子要炒 它基本的大气 一个好的宴席 它其实就是堆砌一种气氛 那个菜肴美味之外 有一种气氛 你可不可以 菜一端上来的时候 给人家哇 这个人的感觉 大气 也就是因为 三天两头 不断要操办 各项重要的宴席 居然还逼出捧场会 在传统香菜之外 再创新 设计出创意新彩色 在台湾几乎每个人都吃过 左宗堂基这道菜 但其实这位活在19世纪的 清廷名将 当年并没有吃过左宗堂基 因为现代在国际间 尤其美国 这道左宗堂基 薄福盛名 颇受欢迎 因此有国际媒体评估 一道左宗堂基 每年可以创造数亿美元的商机 已经是现代香菜的代表之一 继续我们来看看 食材有限的年代 玉厨彭长桂 是如何创造改良香菜 常常在不同的餐厅 只要看到是鸡的料理 就觉得它是左宗堂基 殊之这道菜色 可是大有来头呢 彭长桂 创作的左宗堂基 在台湾已经相当普遍 也已成为美国各家中菜馆的 壁列菜单 其实这道菜得从1953年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雷德福访台说起 美国雷德福海军上将 于7月31日自曼谷 飞来自由中国访问 当时雷德福即将接任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 这是美军最高位接职务 先总统蒋介石为了表达重视 不只亲自接见 还下令军方连续举办三天的宴会款待 掌除重任就落在彭长桂身上 年事教建军对我很欣赏 他每次进客都 这道进客都是用我的菜 我还亲自客服务 好 他就找我 他说我要找到一个贵宾三天 要三餐 他也希望你跟我生产办法 要三天不同样的菜 同长桂于是改良家乡菜 辣炒鸡丁 改用去骨的鸡腿 切成四大块 先以酱油蛋汁腌渍 馋些许太白粉勾芡 以大火或油炸到外酥内嫩 再将干辣椒爆香倒入鸡块 然后淋上油姜 蒜 葱切磨 握入酱油酥等调整的酱汁翻炒 以拉扎做出 大家都非常好 非常好 他们就问我 这叫什么鸡 我也辛苦一代 我叫做重当鸡 这个做重当鸡 有我明明的在那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鸢鸡它表现出来 洪老先生对湖南菜的一种香气 就是它的香味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全食 而且大气 而且很大的 它在起锅爆香的那个一刹呢 它会把所有的香味 逼到鸡肉 鸡肉 而且有一个鸡头 它的姜 切姜膜 蒜 切碎 蒜膜 它在把这些香味 多得碎碎的 让它的香味非常快速的爆出来 起锅香气逼人 味道微酸带辣 口感外脆内嫩 曾吸引美国导演Len Cheney 花了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徐根 最后在台湾找到 发明者本尊铜长柜 这到19世纪 左宗棠不曾吃过的左宗棠鸡 1973年 彭长柜又带到美国 同样造成蜂巢 全世界的四大民间的治愈 这个中国人 是贝黎民 就请这个国务的 起键机吃饭 这个做工具 他们吃得非常好 非常好 好 那起键机 当然将我出来进去 他把设置认定好的军事 他到了牛肉 必须到我店里也吃得饭 他希望这些 我们中国的这个茅台 我总是准备的茅台 给他吃 美国国务卿纪星吉 成了餐馆活广告 就连1974年 ABC电视台都制作专题 报导左宗旁机 之后 ABC还收到1500封来信 要求提供食谱 更引发美国各家中餐馆仿效 顺随美国非常多的 这个餐饮节 近代的萌缩 几十年前的彭长柜 影响了美国后老的素食 包括麦当劳的炸几块 他们当然做不出 彭长柜的那个香味 可是他们做的寿司 炸的鸡块寿司 带点酸酸甜甜甜 把那个辣的它掉了 带点酸甜甜甜 它是受到左宗堂鸡的影响 这道菜是影响全世界的 不仅是左宗堂鸡 现在香菜馆常见的生菜虾松 也出自彭长柜之手 通常他们外国人也就习惯的是 前面有一点清爽的沙拉 这个沙拉菜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 在中菜里面以前 中国菜其实哪有做沙拉 生的东西 那我父亲的灵感 以及他这样需要 应该需要所生 那用虾做材料以后 去壳去皮浆过以后 然后带上它的一种特殊的想法 然后炒块油炒过以后香脆 再带点油条炸 要有一个那种 要混合的讲究的味道 然后在外面再包生菜 这个当成一个沙拉菜 虾肉的Q弹 油条的松酥 热热地结合冰凉生菜的爽脆 同样成为受欢迎的单品 通常柜最擅长的 就是将别人眼中的废料 巧思妙手地变成桌上佳肴 我看到他一堆的这个炎帐 这研究啊 真的是要准备 或是送不掉 就要丢掉的 我就顺便也拉他入流过 那就回来 我就开始实际做法 把它做完 做了 把骨头拉到红尾 我拿去一上市 这个菜是个很好的菜 高级的旧细 安着一个盐杖 顾客觉得新鲜菜 蛮好 这个盐杖 就是这样的烂人 这是不要的这个废料 我拿着做 现在变成名菜了 还有竹节歌中 也是彭尝贵的新发明 外国人和中国人 大宗的汤坞一样 希望这个汤是味上 有一人一份 竹子一紧一紧 刚好一人一份 他说你这个竹节子怎么卖 他卖竹子是 你要爱多少拿多少 随便 还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就拿一个东西 把它装回家 装回家就想 这个竹节歌中 把饭的这种鸡汤的这个菜 连练到它的这个菜里面 所以而且还有五分范的厨香 而且它代表一个台湾味 这在湖南菜 你去湖南也没有的 之后改良不用割子肉 该把鸡翅搅碎或用猪绞肉 掺入姜末去腥 与笔齐增添爽脆口感 只以些许酱油 盐和胡椒调味 或水搅拌 再倒入竹筒去蒸煮 出炉后 绞肉自然凝结成团 汤汁清鲜干美 后来彭长贵又想到 用哈密瓜代替竹筒 做出更具观赏性的香瓜园中 蒸熟的果肉 呈现脆黄的鲜亮色泽 不但汤汁更甜干美 肉团配着果肉入嘴 口感也有更多层次 那时候这个屋里营带 找到雷德夫 那是第三天 那个我那个菜 也有有汤的菜 我有一点馅 这次看到水果店 一个个的鲜瓜 好 我就停下来 我就卖两个鲜瓜 那信仰把那个 酒鲜瓜中的材料 就锅鲜的鲜瓜中 你这样 那变成的饮食 变成的名菜 现代香菜中 鸿家豆腐也是代表作 豆豉啦 辣椒 烧了一个豆腐 因为太香了 从此以后 大家都要点 可是点这个豆腐 叫什么名字 大家就问啊 随便吧 就取个鲜家豆腐吧 所以这道菜 就一直到现在 只要是湖南馆 都有卖鲜家豆腐 就是鲜家对自己 烧给自己下饭的一道菜 豆腐先简单切片 过油逼水 把蒜斜切成段 与肉丝 豆豉 生辣椒 一块拌炒 再倒入豆腐酱油 添水降烧 就是一道下饭好菜 讲义气的他 还曾为了帮经常上门借钱的好朋友 发明了富贵火腿这道菜 我父亲就常常这样子 也不是办法 就是救急 不救穷 他是做金花火腿 那我父亲是这样子 那明天你拿两个火腿 给我试试看 那当然一方面也借他钱 拿了一两只火腿了 然后我父亲就用这个火腿就开始 彭长贵想到 酵花鸡抹泥巴烘烤的做法 取精华火腿正中间长方一块 切成薄片 撒上棉糖中和咸味 先包上耐热的玻璃纸 再拿荷叶紧紧包裹捆紧 覆盖上厚厚的胚土 送进烤炉烘烤 但台湾早年没瓦斯 只能靠烧柴 火候极难拿捏 彭长贵足足试了11次 才满意 这个火腿本身咸 本身有香味有咸 再加上蜜糖 再加上这个 它的调味了 果宴上面的 菜出来要像样了 那三明治啊 不是用了面包夹吗 它又有点三明治的概念 面包等于就先把它修掉 修得方方整整 修成一个小口袋夹 两片的火叶夹 那火腿就摆在上面 在这个平均里面呢 有教法子 这个教法 它全力以赴的婆婆大纳 它不是叫做教法子一 它叫做富贵一 我这个富贵后代 这个富贵后代 就是这个来源 代表官印 庆贺升官 自创的考速方 与富贵火腿结合在一起 吐司改成特制面包皮 成了富贵烤双方 如今同样是香菜的招牌 烤手法是一个豆腐皮 五盏豆腐皮 把它虾米和火腿用 把它煲得 把米粉炸得炸 这个手法 你这个火腿 现在变得双方 过去港新成龙特爱这道菜 每次上门 至少都要吃六份才过瘾 就因为能创新 现代台湾香菜 是过去湖南人 没煮过 也没吃过的 在两岸对质 情势紧张的年代 玉处彭尚贵在海外开餐厅 还曾引起两岸抢人大战 就因为他走出官邸 分别在海内外开餐厅 培养出不少喜爱香菜的韬客 也训练出不少徒弟厨师 渐渐的让现代香菜 在华人世界普及开来 同常贵一生 除了喜欢做厨师 也喜欢做老板 1952年 他开了在台第一间餐厅 玉楼东 他邀同乡好友 抗日名将薛悦当乌东 第一间餐厅 血本无归 但彭尚贵不服气 凑钱又开了 以姓为名的彭源 不料发生员工做假账 卷款潜逃 还害他第一次吃牢饭 接着1955年 他借钱在南昌街 开了天长楼 以为体骑太来 结果四年后发生八七水灾 9月2号 周主席列席省议会 报告救灾和重建的经过 并提出 节约先于一切 动员重于一切 时间高于一切三个原则 政府提倡节约 导致公务员都不敢请客 餐厅也跟着垮了 政府的一个命令 要节油 节油 政府不听客 我们的经济根本没有声音 于是天下楼关掉 关掉以后 正好徐伯苑 接中央银行送灾 徐伯苑要我到 到中央银行 服务这个餐厅 在这段时间 在中央银行 福利非常好 时任央行总裁的徐伯苑 欣赏童长柜的厨艺 拉他一把 但没想到 因为李国鼎的一句话 他用一头热 栽进灌头的世界 那时候李国鼎做这个 警局部长 他学习话鼓励 他学习的菜 他转转棍头 送他回外去 报仍于是一本万里 我听了他一句话 就开始卖工厂 工厂买在彰化一个乡下地方 1969年报纸还曾专题报导称赞 半年就替国家赚取一百万台币的外汇 还说他开的中联食品罐头 正在与美国业者洽谈合作 但其实工厂只撑了三年 工厂买开了三年多 没有的生意受不开 那菜也没办法 菜啊一般的这个油热的菜啊 不能去扣 只能收菜 收菜啊 这个还是有限 卖的血本无回 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后 外交处境日益维艰 彭长桂吃过逃难的苦 担心孩子拧不起后尘 1973年 决定赴美发展 消息曝光 报纸还以中国名厨赴美发展下标 仿佛英雄光荣出征 但他因悟性随友 到纽约开的餐厅 很快又倒闭了 我心里想 我到美国去啊 风风的 那些朋友都我亲走啊 都我送行啊 我到美国就风风的 我要又回去 我怎么没面子 我想我颠倒掉了 我想要分一个身份 把他们带走 就是我的目的 一带 就大概9年 第9年 再拿到那个 这个刘卡 炒菜 要切菜 要菜购 那真辛苦 所以我现在想去在美国 我都这一年痛 不得已 彭老板在美国一度挽起袖子 重新给人帮厨 之后四处借钱 订下另一家饭馆 才终于靠左宗塘机鼓底翻身 不仅把原本丢掉的店又买回来 再逐步扩张 即盛时期全美总共有六家分店 不止美国国务卿基辛吉常在纽约曼哈顿本店包厂宴客 包括好友 民建筑师贝绿明 老布希与小布希总统的名人 也经常光临 1976年 留学生马英九与周美清的结婚宴 也是选在弘元 平均七八千没有问题了 还有上万 七八千 七八千你乘以三十 一个月大概二三十万美金的生意 那三十万的生意是很赚钱的 香菜大师的名声传遍全美桥见 连中国也注意到这号人物 当时两岸如同水火 还因此上演抢人大战 也就197几年的时候 我的祖母过世 他就非常的调念 非常想回去调念 去看你 那那段两岸的关系 当然是也不允许的 统战部上面 当然对我父亲就下了功夫 非常礼遇的 也非常机密的 专程的 就是从美国 让父亲能够有机会 就回到东国大陆 为了他那种盛情 为了我父亲 连夜栽了23根电线杆 因为家里面没有电 眼看中国与彭长贵 互动日益热络 让台湾也非常紧张 蒋经国总统 多次派亲信赵俊玉飞美 动用人情攻势 就代表金国先生 那也每一次来都会问 邵先生 就经国先生问你 你怎么彭长贵还不回来 我父亲都是答案 我会回来 我会回来 但那最后一次 那赵俊来了以后 邵先生讲 你彭长贵再不回来 就不像话了 就说了重话了 恰好当时 因为餐厅生意太好 遭黑道寄予勒索 严重到必须请保镖随身 加上美国开始闹公寓 餐厅也受到颇及 彭长贵既经考虑 1983年决定回台 那当然回来以后 总是要做点文章吗 这是要表明生态 表明就是 表明立场 我记得 我曾经看过一个 他记得他在报纸上登的 他那个标题写的 我父亲就一个登了 我父亲的照片 好大的标题 中共从此用八人大叫 他请我 我也不回大陆了 豪爽 大气是彭长贵 做菜也是做人的个性 而且他天生就带着一股冒险 个性 敢冲敢搏 这不止体现在金银上 忙碌之余 他最大的嗜好 就是打麻将 可以形容出这个人打麻将的厉害 风大浪大 在船上打麻将的时候 这麻将揣在口袋里 有的时候 怕人家看他牌 他也把麻将揣在口袋里 摸到牌就在口袋里 但他掏出来的时候就是 那牌都不会错 人生他不断地竞争 他在餐饮街 没什么好竞争的了 他只有在麻将上面 去得到那个 自摸的那一刹那的那个快感 打麻将会有输赢 但彭长贵不看重金钱 钱赚得快 去得也快 唯独对做菜这件事毫不放松 即使年过九旬 依旧常进厨房冰厂 数十年如一日 奥石公司他就看你的操作 就是到看你 你做出的菜是 成果是什么样子 他的脾气来讲 比较湖南人的个性来讲 平常先讲 他是急性子的 但是他教你做 做不好他就骂 进去他会跟我讲 这个菜要切 要对什么汁 要怎么炒 然后就会教 那个味道 炒好汁来味道 要吃什么味道 在餐厅师傅眼中 彭长贵肯交不藏一手 但要求也很高 性子急 骂起人来毫无客气 菜做不好来讲 他以前的个性来讲 他直接甩盘子 直接丢在啰嗦 他锅烧烧 躺过来 他锅烧烧 叫他 杀他说 去唱 去接的 接的锅 锅就没 他也没 挂 麻布 他也要去接 他也要去接 接的就会 去唱 哭到他 他不怕公位 不只要求厨艺 为了提高厨师的地位 彭长贵对厨师的形象 也很注重 那你像这个大师傅 战没有战相 在切菜 或者是 就一脚地踢过去了 踢到他们的腿上 就站好 他们的这些徒弟 都很怕他 非常怕 他非常怕他 就连接掌事业的儿子 彭铁成 自小也是受到严厉管教 至今提起父亲 依旧敬畏三分 那小的时候 我一直讲的 他在那边 我就走 我这边 我就看了 他最好不找我 找我都是不好的事 总是数落我 总是一无是处 有一天 我父亲 打一个电话给我 哎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 我说最近很好 他说这样子 你 我看你也不是读书的料 你也不要读了 你赶快到亚特兰大 帮我去把那个店去管一管 去看看那个店 其实叫我去 好好跟我讲就好 一大那种威严的那种父亲 还要损我一顿 淡淡一句话 直接把原本在美国大学念工业设计的彭铁成 抓去管理餐厅 就不难看出彭长桂 明显传统中国大家长的威权心态 不过隶属彭长桂一生 正式收的徒弟就有四十位左右 指点过的厨师 以及徒子徒孙更难以计数 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台籍厨师 陈昌桂对后期台菜师傅的影响也很大 在那个时候毕竟带来的乡军 他的这个子弟兵 我有时候也是乡军 是比较爽的 因为他当年出来并没有带几个 自己能够到台湾来也不容易 所以他训练了非常多 也是了不起的 台湾的湖南出世 因为其实现在非常多的 这种馆子里面还是有 就算他不标榜香菜 可是很多的菜馆里面 还是有他菜的一个地方 真正的我的香菜 一般也接受不了 为什么 他这个香菜口味重 要辣 十个菜要八个菜是辣 所以很多接受不了 所以我爸爸 当拿的就不拿 不当拿的我就不拿 所以我现在 真正的鲜菜改善了 这是时候的环境 也有人说 同是香菜 不是正宗香菜变了调 但正因为 红尝贵有創新 懂得随环境调整 如今的新香菜 得以跨出传统八大菜系的局限 成为融合各地特色 以及厨师创意的 新式中华料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Would you like to subscribe and hear your name?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or atstevo 대해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以及视频宠谈明镜 就要 Sei United 可以再来 中文靠地 前面 都会 有这里 是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